阿... 路哈 大家好 我是哲平 好的 又回到我們喵咪大戰爭時間啦 那昨天跟大家講過今天影片一定要看的原因是 嗯 不是因為哲平被攻傷了好不好 也不是因為 哲平要給什麼福利 而是因為 還記得我們之前很久以前 大概有在持續進行的我們的貓咪大戰爭網頁版嗎 因為其實最近哲平太忙了 所以今天 算是第一隻把他打開起來吧 那開起來瞬間我瞬間沒被嚇到 你們知道到底出了什麼事情嗎 那就是他的轉蛋 居然出了三隻我從來都沒有看過的角色 那這個角色好像連日文版跟中文版跟台灣版 日文版跟台灣版的手機版都沒有出現過 那他是專門在那個 網頁版上面的角色 我覺得應該是啦 那我但是希望他也可以出現在手機版啦 那主要就是有三隻新角色喔 那最近那個日文版也有出一隻新的鋼鐵角色 叫做 英準嘛 風準吧 對了 那也是一隻蠻漂亮的妹妹 我也非常想抽喔 那今天就先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我們網頁版新出的三隻角色吧 那剛好今天是卡到最後一天喔 所以 哲平非常後悔喔 那早知道就是 之前那個網頁版就好好認真玩了 所以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真的非常喜歡貓咪大戰爭 你想要喜歡這個遊戲的話呢 你也可以不妨來嘗試這個網頁版 那待會會教大家如何一起加入玩網頁版喔 那我們就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三隻角色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龍這邊的 龍族的抽彈系統裡面的一隻新角色喔 那他這隻角色叫做 核刃龍 他就是這個核刃龍王 那他基本上他的進化前跟進化後是一樣的喔 那他是對貓咪軍團跟一星級的人很耐打 偶爾會打飛 那為什麼這邊會有貓咪軍團呢 那因為 這款遊戲網頁版的貓咪大戰爭是可以跟其他玩家對打的喔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是拿來打其他玩家對打的時候 可以打那些貓咪軍團 讓他打飛他們還有很耐打這樣子喔 那他是對貓咪軍團跟一星級的人很耐打 然後偶爾會幫他打飛然後是範圍攻擊型的 他是我們核刃龍王喔 我不知道之後手機版會不會出喔 當然希望會出來不然 那麼帥對不對 那下一隻也就是哲平看到瞬間沒有傻眼的 因為 是個妹妹 好是我們這個黑暗英雄的裡面的一隻新角色 一個妹妹 很漂亮的妹妹 好 這個妹妹呢 他的名字叫做TYPE T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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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P吧 OK那他的進化前的能力是 範圍攻擊 偶爾打飛貓咪軍團跟一星敵人喔 那他是破洞無效的喔 進化前是這樣子 那他的進化後是對貓咪軍團跟一星敵人緩速 那偶爾會打出破洞傷害 所以 就是一隻新的那個 AI英雄裡面的角色 我告訴你啦 前面龍王可以不要出啦 你這個妹妹拜託出到手機版 呵呵呵呵 這根本就是想要小妹妹 OK那第三隻就是我們這個武將系統 我們武將系列的轉彈裡面的本多宗聖喔 我覺得他都已經叫本多宗聖了 我覺得他應該之後會出現在我們手機裡面啦 不然怎麼可能戰國武將少一隻呢 本多宗聖餒 很大餒對不對 OK那我們本多宗聖武神 那他的那個進化前跟進化後是差不多的 那他都是對黑敵還有貓咪軍團很耐打喔 那他不會被打飛 他不會再被打飛的意思就是跟我們的巨神貓是一樣 就是不會被KB啦 就是打到最後 往後倒的時候就是他死其道的時候喔 那他雖然不能攻擊近距離的敵人 但是他可以攻擊較遠距離的敵人 就跟我們的飛准啦 還有一些就是 還有我們那個監獄貓貓是一樣的道理喔 然後他是善於攻擊城堡的喔 所以跟小丑一樣是善於攻擊城堡的喔 那這就是我們網頁版新增的三隻角色啦 那哲平非常抱歉沒有第一時間跟大家通報這個消息 因為哲平最近也非常忙喔 所以手機版 呃網頁版基本上很少在動喔 那 基本上從今天開始之後 哲平就會非常努力認真的玩我們的手機版喔 喔不 玩我們的網頁版了啦 所以到時候網頁版有任何消息的話 哲平就會在出影片跟大家講喔 那 基本上再跟大家講一下 網頁版其實非常好玩 因為他就會有一些排名喔 但基本上這些活動的東西呢 就是你排名之後 你打到那個分數的話 你都可以取得這些景品喔 就是 你可以把你的家裡布施成這樣 就是布施的很好看這樣 所以 是一個收集然後又可以跟大家一起互打排名的遊戲 而且有些系列的活動 你還可以去跟那個 其他玩家的隊友互打喔 所以 你想要跟右兽加勾 你想要跟那個 之前信長 你想要跟什麼系列的那個貓貓對打 都不是夢想囉 那基本上這一次的活動是名湯死選爭奪戰 也就是我們的那個 雷 拿剛剛那個泡湯的那個地圖 拿那個泡湯家具的那個的關卡喔 那基本上他關卡還真的是非常的難喔 以哲平現在目前 有一隻那個龍王什麼 呃 龍王美美美什麼東西鬼的 那個 還是打不贏喔 基本上打一關給大家看就知道了 他基本上 其實就是這樣 其實看起來很簡單對不對 可是因為 哲平這個帳號還算是蠻新手的 雖然有兩隻超級 雖然還蠻多隻超級的啦 可是都還沒有練起來 所以其實就是 不是非常的好打喔 而且我們就算 就算這樣撐起來 你看一開始就會有差不多三四五隻大象 所以我們應該要 先要疊點錢啦 疊點錢把我們那隻龍王出出來喔 那我們龍王出出來之後 應該就可以來打我們的大象了 那 基本上 關卡是非常的難的啦 所以 現在開始就是建議大家 如果你真的非常喜歡玩貓咪大戰爭的話 不要再遲了 趕快好不好 跟著哲平一起來網頁版 趕快來把我們網頁版練起來喔 不然你會後悔 因為 你玩到最後就跟那個 因為你現在在玩手機版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 你會覺得喔 怎麼越來越難練 越來越難練這樣的時候 所以還是一樣就是 萬事起頭難 那 早一點出發就早一點降服喔 OK 我們現在趕快把我們龍王給出出來 龍王出來了 龍王來炸一波囉 那龍王炸一波之後 應該是可以把大象炸死 不過大家不要覺得 就是這邊就結束了喔 因為 哲平因為 也以為就是這邊就結束了 結果 還是一樣喔 打不過 因為後面會出現 兩隻很可怕的東西喔 那個真是非常恐怖喔 可以不要以為這樣就結束了 活動關卡其實都是非常的難的喔 所以 基本上網頁版的活動呢 跟手機版的活動其實是不一樣的喔 那 就是有一些關卡活動是一樣 有一些關卡是不一樣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玩更多貓咪大戰爭的話 都歡迎就兩邊跟哲平一起來 一起來的那個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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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玩喔 就是這幾隻好不好 就是這個鴨鴨跟那個 跟那個我不想看到的東西 一直在把我們打爆 所以 看 直接 敗陣 超難的 所以不是 不那麼簡單喔 那所以我們這邊敗陣的話 那就基本上就打不贏了 打不贏之後呢 就沒辦法取得更下面的獎品 也沒辦法再繼續打關卡囉 所以 就是這麼的難好不好 所以就是這麼的有挑戰性 而且這還可以跟敵方 呃..還可以跟其他玩家互打 所以 非常的 歡迎大家一起來加入喔 好的 那這邊就來教大家 如何來申請我們那個網頁版的帳號 因為之前還蠻多人問我的 然後跟大家講說有影片 大家好像也都沒有去看 所以我們這邊就來教大家一次喔 那基本上 哲平這個網址 這個貓咪大戰這個網址 會貼到我們資訊欄 你只要打開點進來就會看到這個畫面 那你從這邊點下這個中間這個按鈕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他要你打入你的那個帳號密碼嘛 那我們當然就按下面這個右下角這個新規取得 也就是辦一個新帳號 新規取得之後呢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那個電子郵件 所以如果看不懂的話 你可以右鍵然後按翻譯成中文 喔 基本上他就看得到了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電子郵件啦 OK 那你打下你的電子郵件之後呢 他有雅虎的Japan的那個ID 應該就可以幫你自動的把它改成那樣 那你只要打上密碼之後呢 就可以來到下一步囉 那我們下一步之後的東西就是 這個東西 郵便番號的意思就是他的那個郵遞區號喔 好的 那日本郵遞區號你只能很簡單 你只要在Google上面打上日本郵遞區號 然後點選第一個奇摩知識家的這個 日本郵遞區區號呢 就會點進來這邊就有這些郵遞區號 你可以去供你參考囉 所以你就隨便複製一個 我們就複製個1078066 好的 那我們就把我們剛剛複製的1078066貼到這上面喔 那他就會開始檢查了 他居然說我住所找不到相應的地址 OK 好的 那剛剛我們那個號碼是不能輸入的話呢 那大家就可以跟我一起輸入這個1070052喔 因為1070052他是正常的 所以大家可以先來打個107 然後0052就可以輸入成功囉 那就是我們東京赤板港區啦 那大家都可以跟哲平在同一個日本人的那個郵遞區號喔 那出生年月日就寫你了 出生年月日就沒問題了喔 那我就寫我自己了 然後之後應該就可以辦了 那我們的性別呢 就是一個男人一個女人 那我就是男人 那希望發配 那再來比較麻煩 對大家比較難麻煩的就是這個到底要怎麼打呢 那待會這邊教大家一下 好的 那這個輸入的話呢 其實非常的簡單喔 大家不要緊張 不要看到日文就害怕喔 基本上你只要到我們的Google那邊 只要打50音 也就是50的50 然後音樂的音 然後找到我們的維基百科之後呢 下面這邊就有很多50音給你看囉 那你就開始一個 一樣畫葫蘆看它是什麼 你就把它複製貼上去之後呢 就把它貼滿之後呢 你就可以註冊成功了 我們就這樣登錄就沒問題囉 OK 那這樣就是註冊成功了 那我們就同意 然後登錄就沒問題了 那記得你只要看到 不懂日文的話 你就可以先按個右鍵 然後它這邊都會有一個翻譯成繁體中文喔 那這邊的話就是要你就是 把就是去你的信箱那邊收一下 就是它寄給你的ID確認碼 然後你只要輸入那個ID確認碼之後呢 就可以囉 好的 那我們再回到我們貓咪大戰爭的 那個日文版的那個網址之後呢 就會來到這個頁面囉 那這個頁面它就會叫你就是 創一下你的那個 日文的那個貓咪大戰爭那個帳號的東西 那你就這邊就可以打隨便的東西 就沒問題囉 好的 那基本上只要打你的綽號 然後你的生日 還有選擇你的性別跟血型 你的地獄不用改 就是你的地區不用改 然後直接就是 按同意同意大概就可以 就沒有問題囉 那只要辦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玩你的網頁版的 貓咪大戰爭啦 對 這邊呢 創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玩這些遊戲 那這邊最左邊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貓咪大戰爭 你就點下去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你的貓咪大戰爭之旅囉 那這樣就代表連進來就連成功了 沒錯 那我們這樣就是辦帳號辦成功囉 所以基本上 這樣你就可以加入我們的 網頁版的貓咪大戰爭囉 好的 那這就是我們網頁版的貓咪大戰爭啦 那基本上則平時覺得非常的好玩啦 而且它跟那個手機版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喔 大家如果非常喜歡貓咪大戰爭 恨不得玩他玩到死喔 怕自己體力打完就沒私情幹的話呢 那就可以一起來玩我們的網頁版囉 那基本上大家也可以加 哲平為好友喔 我的網頁版的帳號ID是 1B T J O G M T N T 也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我的那個 申請好友的ID啦 所以大家可以來一起申請 給哲平 然後我們可以一起互動 因為我記得這個好像可以 去幫人家一起按一些資料之類的吧 OK囉 那如果你有其他意見的話 或是對於我們網頁版貓咪大戰爭 還有一些任何問題的話 或是你有什麼日文看不懂的話 都歡迎在以下留言喔 那哲平如果會的話呢 盡量會幫助你的 那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喜歡 如果喜歡哲平不要的話 可以按個訂閱喔 那按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哲平的影片啦 那我是覺得是 還蠻驚奇的啦 因為居然還多出了 這麼多奇妙的角色 讓我覺得 嗯 應該要在網頁版 再生存一段時間才對 呵呵 好那我是哲平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